在这个单元中呢,我们要介绍的是说 我的资料从第三列到第11列 这个资料 我要根据他的职称 根据他的姓名 然后呢 直接帮我把每个日期区块里面 他属于哪一个项目 直接把它填进来 也就说一个人刚好只占一列 一个人只占一列 把资料相关属于他的资料带下来 那这要怎么做呢,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先判断一件事情 用乙符 用乙符判断一件事情 判断什么呢 来这边看一下 A3到A11 这个 跟C3到C11的资料做结合 就变什么 主任吴震东 搬到杨敬文 搬到李云香 这样把它结合起来了 结合起来以后呢 去跟什么 A15到C15 这两个的资料比对 比对完了以后呢 抓他的什么 抓他的H3到H11 抓他的资料出来 抓他的资料出来 那这时候呢,电脑会把你抓 抓出来什么东西 你看看这里 看这里 他会根据这资料来抓 抓到以后呢 这遇到有Tree的 Tree的代表 他会传下来他的资料 有没有 资料 结果会是一个A 但是问题来了 你是A没有错 可是后面这些东西 他一样会把它带进来 带成什么 错误讯息 还有零值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用这个 SUVST DITUT 这个东西先把什么 Flash Flash这个 的资料干嘛 清掉 先把它清掉 属于这个的 我们把它清掉 这个清掉以后呢 干嘛 我还要再来 清掉什么呢 清掉零值 把零值也把它清掉 清掉 然后清掉完以后呢 注意到咯 最后结果 我再来用什么 TST JOIN 这个函数 有没有 把这些字串 结合起来 有没有 所以这边都没有东西了 但是为什么 有没有东西要干嘛 注意到最重要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问你 假设它是为Tree的 预设值的 会略过空白储存 就把这些空白的 都 干嘛 略过 只留下A 就前面这个有资料的 其他的都没有 那这个是分割符号 就是说你万一家说 资料有两三笔的话 中间要用什么符号来分割 这样子 那目前因为我们都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两个东西 就是用逗点逗点 来代替 好了以后 我就把这个公式干嘛 往下 往右拉 它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干嘛 算完了 每一个日期区段 每一个人 他是有 属于ABC的哪一个 哪一个